欢迎回来 台湾西晶圆大厂环球晶 8号宣布与美国晶圆代工大厂革新 签署多达8亿美元的合作协议 专家分析 未来美国与台厂业者合纵联恒结盟将是重要趋势 跟德国的Seltronic正式签完商业合并协议 全球第三大半导体西晶圆厂环球晶 及去年公开收购德国市创之后 8号宣布找上美国晶圆代工龙头 格洛方德双方签订8亿美元长期合约 由格洛方德支付预付款 环球金则在美国陆续投资2.11美元 未来将增加12寸SOI晶圆产量 并扩充美国密苏里州圣彼得斯 现有8寸SOI晶圆产能 好供应格洛方德使用 车用相关的一个 这个所谓的一个晶片所需求的一个细晶圆的一个量 或者是在整个成熟制程来讲的话 其实很多消费性电子的一个部分 最上有属于这个细晶圆这个区块来讲的话 其实目前都是一个报价持续往上产的部分 据了解SOI晶圆应用在射频感测电源领域 也包括5G应用 格洛方德方面表示和环球金的合作 将提高美国半导体当地制造能力 此外近期美国拜登政府 力推2.3兆美元基础建设方案 500亿美元用来强化半导体研发制造 台厂吸菌源业者设备业者或搭上这波商机 他当然最终目的是希望说到美国设厂 那可是问题是到美国设厂也不见得这个制程就能改得上 或者是成本效益也不见得改得上 所以说我认为美国设厂会有的 可是问题是组成这个所谓的一个 这个合众联盟的这个策略 我觉得还是一个必行的部分 那台湾来讲的话 也不太会因为 因为美国设厂或欧洲设厂 会导致于说我们的地位往下降 资深分析师认为 近期产业界合资扩产联盟逐渐成型 联电扩大南科12寸厂产能 外传就是由南韩三星出资买设备 由联电该厂房 而这回台湾系军员业者 结盟美国半导地厂商 或将成为重要指标 下期是沈维彤 台湾台北报导